为什么有些中国父母特别喜欢小时候跟孩子说 你不是我生的 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弄的小孩子 黄昏不安 然后这父母亲 你看他你看他 这玩意他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父母跟孩子斗着玩吧 其实我也遇到过这种事 我那时候还特别认真的问到底是哪个垃圾箱 就当时把那个楼下的那几个垃圾箱 就在想是不是这个还是这个 我觉得有些孩子做了非常恶劣的解释 他就是说 他说这个父母亲小时候跟我说这个 他说他不知道我当时就信以为真 我真的觉得自己 哎呀那我谁生的 然后他们几个大人就打哈哈笑 他说这是本质上是他的一种操纵欲 他就想觉得看着你看我这孩子 我让你哭就哭 我让你怕就怕 我让你笑就笑 也不光是那个 我觉得他中国过去传统文化中 他回避性这个问题 所以他没法去解释 也有可能 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笑话就说这件事 他说一个孩子就是刚上小学 回来就突然问他爸爸一个问题 说爸爸我哪来的 说爸爸说你是我窗台上捡的呀 说那你哪来的 就是爸爸哪来的 说爸爸是这个爷爷在农村草堆里捡的 说爷爷哪来的 说爷爷也是捡来的 说他不说完了 然后呢 这孩子就给从学打电话说我们家呀 特可怕 而且捡来的 这说明什么 小孩早就知道 就说现在孩子的教育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对性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在回避这个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在于你 我觉得中国家长 至少我小时候父母也很喜欢说那种 就说我不要你了 那这个其实是跟你是我捡来的和我不要你了 它是同一套体系之下 因为你是我捡来的 所以我随时可以把你送回我捡你的那个垃圾堆 所以我觉得小孩是经常处于这种恐慌当中 对了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还有些孩子就说了 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从小老贬损我 特别是平头论足 说你看他胖的 你看他长着黑的跟个煤球似的 说你把胖的跟个猪似的 我也确实听到有些中国父母是喜欢小时候消遣 消遣孩子 那你说父母是爱孩子的 但是他这种言行是表达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不是可能一代人的问题 就是我在小的时候这种事非常多 但是我并不觉得不好 就是我们那一代人 有一个就比如包括我们刚开始工作 很多领导都特别狠 说话特别重 然后呢 我的那个第三代 我应该不算 我父亲的第三代 就等于我孩子 我父亲对他也是说话特别重 有一次我在家他突然大吼 我说他那么小你把他吓着 我父亲当时就说 他经过我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这样的事 他以后经过走向社会 就没有人能吓着他 他是这种设计 这是坚强的教育 对 所以呢就是说 贬损你的时候 你自己你知道这是玩笑话 这也是一种成熟 如果你就一点话都受不得 你今后 你想要走向社会 那什么事没有啊 那连好话都受不了了 但是我觉得贬损分两种 像我小时候受不了的一种贬损 是父母当着外人的贬损 因为我觉得你在家 你自己说什么 好像我们都可以把话说 但是当 然后小时候一个童年阴影 就大概12岁 刚开始发育的时候 然后呢我妈她就家里来客人 她就向别人展示说 你看她都发育了什么的 这个其实在我看来 是一个非常非常羞耻的事情 但是我妈她就随意地 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就是当着外人说 她又是另外一种 更大的心理上面的 给你造成了什么阴影呢 我就是不敢说自己发育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你的隐私问题 它在暴露 还有一种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 当面教子是一个文化 当面教子背后教妻 这是逻辑 传统就是这样 我一定要当着人家的面 来说这孩子才有作用 如果你在家里关着门说 没用 就是我们这个父母亲 你到底该怎么批评孩子 给不给他自尊心 那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 这孩子都过于敏感了 一定要有动感力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经不得别人说 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顿感 我原来那个 比如在网上人 谁污蔑我一句 我就特愤怒 现在谁污蔑我 我觉得这一笑了之 对吧 这个就是你要练习这种动感力 您知道就是说 你知道那个事吗 一个女生高二的 就他班主任就是 可能看见他什么早恋 然后班主任就说几句狠话 当然他是不是说了这个话 现在也是有争议 但是就是这女孩就一直蹲在几楼啊 过不多会儿就跳下去 那您说这个 咱能冲着这个生命 就说你们太嫩了 你们就经不起打击 这话是不是也太不厚道了呢 对 我觉得就是你刚谈这些问题吧 从我这个角度 就从我专业角度来讲 我认为人的心理发展 它是一个就是进程 这个进程呢 就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为了防止它后来出现什么事 你必须前边要做到什么事情 所以这里都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脱敏 脱敏就是什么呢 对某一类就是不好的东西 慢慢去适应 而不是一下就接触 就是一般脱敏都是指对不好的 所以呢 就是要聪明的父母 其实他孩子早年的时候 小的时候 损他几句 经常家里互相开个玩笑 甚至急了就直接吼他 他习惯了 到他那个时候就没问题了 现在关键是什么呢 孩子就一个 小的时候吧 挨着你不行 百依百顺 然后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较真呢 就是学习压力大了 一到初中 你要如果你这时候不学 他觉得你上不了大学 找不着一个好工作 这时候他跟你急 你想前边没急过 你现在急 这时间点不对 而且没脱敏 都是错过了好的时机 最好的教育时机过去了 就我也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 好几年钱了 是一个家长跟这个女儿吵架 大概那女儿就十三次 就那正叛逆的时候 因为我们大部分家长都在叛逆阶段 束手无策 吵着吵着急了 那女孩也是十几楼上 开个窗户票下去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竟挨打 那谁跳 你怎么不跳呢 我才不跳呢 小时候都挨打 打孩子呢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小时候还交流经验 就是挨打怎么办 然后我就教他们一个经验 就是说你爹妈打你 那爹妈还是讲规矩的 就基本上先打屁股 打屁股的时候一定要把屁股撅起来 在他落下的时候随着节奏再收回来 这样会打得比较轻 没那么疼 对吧 太极拳 对对对 然后呢你会呼叫 引进落空 我们楼里啊 呼叫 每天都能听到 这楼里十八户 就一层三户六层 然后就喊 救命啊 就那孩子喊 喊那这家长是这样啊 就有人就敲门了 一敲个门就说 这孩子就盖他 这邻居就来说了 拱火 拱火 但是呢他就暗示他 就是因为只有邻居来帮你的忙 这事就能停止了 家长都不会停 打得疼着呢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以大人的这个角度来说 孩子应该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是稍微有点问题的 是因为我后 我也是现在逐渐理解到 就是大人世界的比例 跟这个小孩世界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是什么意思 你就比如说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是做了一个工作 我是大队长 我的那个工作就是在学校门口去检查 同学有没有带红领巾 这个特别小的小事 说没有红领巾的话就扣两分嘛 这是一个小事 然后你就永远看到 小孩没带红领巾就开始闹家长 就开始说 你给我买红领巾又怎么样 然后大人觉得多大点事啊 但你就可以看到小孩就在那哭天抢地 因为扣两分 对他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大人世界的比例里面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会 会有一种认知上面的失调 就大人觉得你因为这点事跟我闹 但对小孩来说 这就是全世界 我这事没了我就没了 那不也很真实吗 就是所以我觉得很真实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说孩子娇气 或者经不起打击 因为有些时候逼得大人跳楼的 可能是股票 你欠了几百万 你还不上你跳楼 可是对于小孩来说 在他的世界里 这就跟那个事件等价 因为他没有股票 这种更大的 那么他少两分 他等价 或者说在同学面前被羞辱 比如说我早恋了 老师就说 你们两个干什么 那他觉得这个比天都大 对我觉得还有一种 因为我小时候也有过 就是被家长差点逼的 跳楼的经历 但是那时候 我没有跳很大一个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我妈是向着我的 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 我不是绝对绝望 但你比如说在车上 如果是个密闭空间 我就是和一个 不断去斥责我的一个对象 生活 但是我没有任何希望 我没有任何援助 我觉得我也很难说 一下子就冲出 你就过不了这一关 您说这个 您过去老跟我们讲 有一种叫激情杀人 就是人会这样的 一下子 那小孩是不是就更容易 他这个是确实是 他主要发生在时间 你看所有的这个 很多的冲突 都是在青春期 青春期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性发育期 他一般女孩12岁 男孩14岁 他一发育呢 他体内的那个内分泌啊 就一下就乱了 因为以前是没有 这个性腺分泌的 然后呢 他这个分泌以后呢 人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情绪不稳定 他高兴而很高兴 但是他总体来讲 是非常就是快速的变化 比如说说不高兴 就马上不高兴 说高兴了就马上高兴 他不像我们成年了以后 比较慢这个过程 但是经常有这个 我跟你说 我最近发现 当然我是粗浅的 我看他们讲 那个人生真是一个圈 我觉得呢 好像这个更年期 跟青春期 很多症状 有点像 都是尤其这个 他们有时候说女的 有时候这个脸 突然朝着朝红 然后突然就激动了 突然双眼含泪 就是 它是一个生理引发的 心虚问题 然后呢 我们这个最要命的在哪呢 就是赶上这个青春期 正式高考的 之前的 一生当中 决定你这个命运的压力最大的时期 所以这个阶段呢 就是说刚才我讲的 中国的家庭是这样的 就早年的时候 你很幸福 因为这么多老人宠着你 大人宠着你 然后你特别幸福 一直可以到小学 12岁 但是一到中学 就睡到中考 幸福没了 从中考到高考 那就是人生的这个六年 那就是说你这六年要扛你这一辈子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孩子吧 如果他学习很顺利 没有问题 当学习不顺利的时候 他没有第二条路 没有第二条路 父母有逼 就是说你必须努力 你现在怎么分手下来了 那么这时候就会发生冲突 当然这个案件呢 我看还不光是学习的问题 他跟同学发生矛盾 然后母亲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我估计没有向着他说话 这也是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里 可能他这事顺利 那难道他跟外边跟同学打了架 家长还应该向着自个儿孩子说吗 其实这事怎么说呢 比如我记得我那刚学开车 每次上路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开的时候就火气大嘛 然后就觉得前面加三 前面不快开 然后我就在那刀叨 我女儿呢当时就这样 说我给你拿一话筒 你直接外边行 你今天让我听很烦 然后呢 每次当我特别气愤的时候 他都要说我 他说你看你怎么又开始刀叨 你怎么那么 就是沉不住气 我那时候就说 我说你怎么老不向着我说话 你老向着别人说话 就是他是一个正常的 因为他那个角度就觉得 你这点事不值得 但是你呢正在看着你火气很大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说的 社会角色的问题 就是每个人所在的位置不同 他现在这个对于家长来说 他确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看到这些新闻啊 他就害怕啊 就我到底训我这孩子 因为他有一些不可预测的 我该怎么着 那你不能不批评他 或者说不管他 老师 现在他会不会哆嗦 就是哇 这家伙是下 他跳下去 不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嘛 我们所有的社会教育 变成一种放纵教育 就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躲了 其实刚才梅金老师一开始 说的特别准确 就是我们从小就应该养成一个习惯 就养成一个 就简单的说后脸皮 说两句说两句 挫折教育 挫折教育嘛 这个我给你打个掌 我们生活中有一点 我们不做这种体力的挫折教育 你比如你看那日本孩子 那么小孩这个穿个短裤 跑雪地里去 咱家长没一个干的 家长就到学校闹去了 说我们这孩子敢冒了 你怎么弄啊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 但我觉得中国家长有一个问题 或者很多的家长吧 就是他们是 就是他们打是一种喜怒无常的打 像我父母小时候也打我 但是他们会先制定一个准则 你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可能会打你 所以你会很清楚这个借鉴 而不是你动不动你就 对对对 你要依法治国 对吧 就是依法治国 哪有家长随便打孩子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打还是不重要的 其实真的不是打的问题 我想我自己嘛 我小时候来爹妈都打 我妈动手打我 我妈动手打我 我印象比我爹打我还深 就我妈 我爹打我是特疼 动胸啊 他不是拿手打你啊 他直接拿个什么鸡毛胆子 一下下你 你的屁股上就是 一礼拜不敢往椅子上坐呀 那么一点都不恨父母 一点都不恨 为什么呢 他就是这么一种文化 从来没有人 因为之前 这个父母是没有离开孩子的 上下班都是在跟着 然后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大了以后 父母对我是放纵的 就不管我 那就是明白 小时候管 我爹妈都没管过我 包括我谈恋爱 结婚干什么 没有一件事管我 然后完了以后 比如你要结婚了 你跟爹妈 也说 爹妈都觉得挺好 就什么都挺好 就没有 不会干涉 没干涉过我 是吗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梅金老师不说 我就没想过这事 因为你想我小时候 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 就我妈打我脸 就是 我现在拒不去 原因不想不起来 就是她当着一个阿姨 啪就给我一耳光 我当时 就 那个阿姨搂着我哭了 所以我才印象深刻 把阿姨都看哭了 对 那阿姨是 她有仨女儿 她跟我妈关系特别好 她有仨女儿 她没儿子 所以她特别喜欢男孩 所以我妈打我一巴掌呢 也不因为什么 然后她就给搂着我就哭了 她要不搂着我哭 这事我根本就不记得 她搂着我哭呢 我印象中就 所以我在想我妈打我 就 就想起这么一件事 你看创伤吧 创伤吧 现在还记得 但我没有任何 就是说抱怨干什么 我觉得 肯定是我不对了 那为什么 因为她不会平白骨骨打我 因为我爹妈都受过教育 像我父亲是属于他手上 有一个横文 所以我就是要同班手 我妈那儿就有一规定 就是不让我爸动我一指头 但是我只要一做错事 我妈绝对走 我记得有一次平反 我撒就往外跑 我妈就追 追了半个草场 然后好多邻居都冲出来 说干嘛 以为就是怎么样了 后来 但是到家了以后 她一切都没打 这个是不是跟某种 一个社会的某种共识 和传统有关 对 比方说你们这么说 就觉得 尤其是像你这一代人 但是你看 你好比说是在美国 那么就会觉得 打孩子报警了 然后呢 无数个人成年之后 就在诉说 我的阴影 是因为小的时候 受到了父母的虐待 甚至是打骂 哎呀 造成了我今天的 这个种种不正常 那在那个社会里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简直不可以容忍的事情 就是谁敢跟孩子动手 国家都不允许 所以他就是说嘛 文化是最后的一块 最强大的幕布 因为我们有文化原因 所以我们才导致 就是这个 就是打孩子这个事 未必都是恶果 我在中央电视台 很多年前 大概十五二十年前 做过一台节目 叫交流 就是这边是家长 这边是孩子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谁挨过打 一堆人都举过手 那时候孩子还挨打呢 二十年前的中学生 后来我说有多少人恨家长 几乎没有人举起手来 没有人 因为他有亲情 其实吧 就是我讲 人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要形成一些东西 其中就有一个叫 就是除了爱之外 还有一个敬和慰 哦 这很重要 您知道吗 这个敬来自于哪 来自于哪 我认为首先得来自于慰 得先怕他才会敬 如果他不怕 他不会敬的 对 这两词捏在一起 叫敬慰 对 只有到成年 比如说我特别崇拜学者 我崇拜这个马爷 这样的文化 然后我特别尊敬他 但事实上在小的时候 他很多对成 就是长者的这个 净是有点怕的 你比如见那老师 他怕 他因为怕 所以他恭恭敬敬 那么这个怕怎么形成 现在我认为 我们很多家庭 没有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过去 为什么这样做呢 就是说 你说美国不让 但是他美国 他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解决 当然我认为 我没有去研究美国家庭 但我个人认为 我们有时候在讲 如果孩子违法了 惩罚实际上是一种保护 让他知道怕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 雷声大 雨点小 也就是说 这仪式让他看得很可怕了 但是到最后 处罚的时候重新 让他真的后悔以后 再也不敢了 真的让他不敢了 才是保护他 而不是说没事 你看我们有时候也说 取消污点 其实取消污点 有很多就说了 我们这个犯罪 什么叫取消污点 就是你做了犯罪以后 他到时候没有记录的 就是18岁之前 或者多少岁之前 没有记录的 我并不主张 孩子小要大 打他 不主张 但是一定就是要有 让他知道这个东西 要不到这一步 比如说我曾经遇到 这个无锡的我一个同行 他是办公室主任 他就跟我讲 小的时候他奶奶看他 他说他最怕的 就是奶奶门后 放到那根糖条 对对对 他说一旦就是 把他门一关 糖条一拿出来 他立马就跪下 然后就说奶奶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所以 就得有一派 得有一派 您说那个雷声大 有点小 我发现小时候 我爸有这个艺术 我爸就 你看我到现在 就明明想在我的耳机 他一般要打我 就是摁到那 他挺会打 打这个酸筋 你知道吗 然后他拿这个小手指的 不早就伤害了 但是他怎么 雷声大有点小呢 他就是 他真的半天 半天不下了 甭来一下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但实际上他真打你 没把你打成什么样 我们刚才说了半天 就必须要补充这一句 就是打孩子是有度的 而且是要有技巧的 而且我觉得 也真的有别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我小时候 我妈是怎么 不让我离家出走的 因为我小时候 天天一天到晚 都要离家出走 然后我妈就是 这种情况一般都要打了 就是又闹 又离家出走 我妈说 你衣服是我们家的 你脱了 我脱了 说你这个裤子是我们家的 你脱了 我脱了 说你皮肩是我们家的 脱了 然后我就这二十岁 然后就冲出家门 但是我连我们家属院 都没走出去 你知道 我就觉得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然后我又回我们家门口 偷偷地缩着 然后从此之后 就再也不敢提 什么离家出走 你这是小哪吒 哪吒当年不就是 拆骨还腹 拆肉还母 他就是那种极度的这种逆反心理 这一段时间是所有家长最头疼的 但是到青春期就是我特别要嘱咐很多家长 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什么时候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到他发育接近成年的时候 这时候你跟他说话 第一话要少 我有人在一些讲课当中我讲 我说六岁之前 父母的唠叨和话语都是黄金 十二岁之后 父母的话语就是垃圾 讲道理不管用 他听不进去的 讲道理听不懂吗 他没必要 他觉得我已经大了 你说的东西我都懂了 而且你说的那个很过时 对 他一听就太落后了 而且都是你讲了十多年的话了 对吧 你想从小你跟他讲这些话 你讲到最后你还有新的话吗 没了 所以你再说那就有垃圾了 因此到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 点到为止 比如说他跟同学发生冲突了 你就问怎么回事啊 完了 两句话扭头走开 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就刚才说的 可能达不到就是我这种 就是能够驾驭的这种能力 那么怎么办呢 你有的时候第一就要尊重他 要多跟他去商量这个事 你说这事要我认为 我要这么做 我会怎么做 你可以跟他这么讲 而不要指责他就你傻 你怎么能这样 这我们很多家长常说的话 他已经很委屈了 你还说人傻 没路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认为我们家长的青春期的孩子 我也遇到一些家长说 我这孩子可不是东西呢 我说过了就好 过了就好 是过了就好 就得忍嘛 就得忍 所以这个阶段你不要跟他急 刚才我说了 你跟他发生冲突的时候 翻到五句 扭头走开 他会调整的 他当时不接受 但他心里会把你的话当个事的 可是你非让他当时认 他绝对不认 就跟刚才你那个 如果你妈妈说别走了 别走了 我跟你斗着玩呢 你肯定心里特温暖 就是你妈妈有一句软话 你以后你也不会 真都脱了就早不会了 对吧 所以父母在这个年龄 就是孩子这个年龄端 你先横叫雷声大 到最后雨点很小 然后一幽默就回来了 那我觉得家长从小 也应该建立起这种沟通机制 就是我那天问我妈说 为什么 因为我妈也老唠叨 就她同一个话反复说 我问我妈 我说你为什么反复说呀 她说因为她觉得 就我没有理解她的话 我没有给她一个回馈机制 比方说我收到这个话 她就觉得她的话不受重视 所以她会一直说 那我觉得如果家长 从小建立起来 这个沟通机制 小孩说好我理解了 或者说你这句话我不高兴了 而这句话说得我很舒服 你把这个沟通机制建立好起来 就是大家的话都会变得很少 你知道就不至于 那个反复是一个语言污染 和语言暴力的状态 我认为现在最最重要的 就是父母要有个意识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 该说就要说 该立规矩就要立规矩 你该严肃就要严肃 你别小的时候 最后你放开了宠 我那天看您教几个秘诀 我觉得针对一个什么问题 我其实讲到三岁上下说不行 为什么要在三岁上下说 越小说越好 你小的时候不答应她 大不了地也给你打滚 你不要等她12岁了才不答应她 你现在你知道很多家长 他确实没办法 你比如说玩iPad 玩游戏 那你这个说 我现在发现常玩游戏的 有些小孩 他要不做作业 他要这么玩 你怎么办 最终得抢吧 抢了他甚至都啪一下 他能打 一定要想的时候做这件事 你比如说我这第三代 有一次在家里头玩那个iPad看 看动画片 我看半个小时了 我说你再看眼睛不好 我就给收起来了 他当时就这样 扒就抬手给我一巴掌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我说你得向我道歉 然后我就走开了 走开以后他就在那生气 也不理我 过了大概若干时间 他主动开始 我到厨房 他就跟到厨房 我到厨房 我说你得道歉 因为你刚才动手了 也就是我没动手 但是我给他收走了 所以到最后 等到这事结束以后 我告诉他 我说我为什么要收走呢 其实我知道你看得很快乐 但是他对你眼睛不好 我说到时候你要眼睛坏了 那你就大了 你想你看不见的生活是什么样 所以我说我是对你好 我才这样做 我说以后 姥姥说到什么时候不能看 就不要看了 后来就很规矩啊 有时候他看着 他知道他不动 然后他看我看的时候 他说那你能不能不看 跟我玩一会儿 我说那好 我马上扣着旁边 这就是立规矩 所以你小时候不立这规矩 你到点要结束 比如我让你看 看半个小时 但是多了不让 你小时候不立这些规矩 你到大了开始立 所以我说这个我们很多的家长 是属于什么的 他该管的时候不管 他不该管的时候 他开始管 也就是到接近成年的时候 尤其青春期 我们也叫他接近成年 什么叫接近成年 就是他要开始摆脱 对你的依赖了 这时候他就自己 就觉得有很多事 我要自己做主了 你前边没管 你现在开始管 也就是他要做主的时候 你要开始管 那冲突肯定非常大 您比如说啊 要是有那叛逆的孩子 他就是不跟你服软 就是不跟你道歉 你说关小黑屋 关小黑屋 不是我说的是六岁之下 六岁之下 十二岁之后 绝对不能这么做 十二岁之后 就父母要示弱 那该怎么做呢 父母示弱 失怂了 不是 我跟你道歉 不用道歉 比如这件事 他你现在说了这样 你不对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对吧 你比如说 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 你不能老晃荡 你晃荡完 错过这几年 你今后一生 怎么样 他不听 那怎么办呢 然后你就可以冷眼看着他 不再说话了 然后他这时候 他就会很难受 你就给他斗智斗勇 这时候是斗智 小时候斗勇 然后甚至你还可以跟他讲 你说我工作压力非常大 我帮不上你什么忙 你现在接近成年了 我觉得你应该能管好自己 你看看我现在的什么什么事 我都挠头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事 我自己身体体力不支 我现在对你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你要学会示弱 甚至你还要把自己的问题 我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你看这事遇到你 你会怎么处理 孩子这时候他会想 我给你出主意 他反而接近成熟 我记得您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不能骂 因为好像那就 你就没有道理 小的时候是不要骂 不要打 不能打 那你是以大欺小 也不要走开 然后也不要在这会说话 你就坐在那笑眯眯的看着他就行 就是说不妥协 比如说你让我给你买玩具 没有啊 陪着你 就是不给你买 但是呢我不会离开你 你不管怎么闹 对 我就陪着你 对 我觉得还要就是说清楚 那就一次就行 对 而且我觉得说不准一次